醫師殿堂越來越有選舉位了 今天我們看到在台中市議會裡 這個市議員綠營的市議員 抨擊說市市長讓市政昏睡了九年 道具也準備好了 這是一個大枕頭要送給胡志強 當場被胡志強給拒絕 胡志強還補上了一句 說這個枕頭應該送給南部的市長才對 所謂南部市長是誰呢 大家覺得他說的是陳菊 代表市政昏睡了九年 綠營議員連媒市政總質詢搬出道具 枕頭就此點燃戰火 我想這個應該送到有在被人家質疑 睡覺的市長拿點錢 你不要傷害防護的市長給錢 所以不要把枕頭都拿來 議員抱枕頭走向市長 洗著睡覺的用品 讓胡志強打太極 試圖擊退明代的道具攻勢 沒想到這個時候 社會處長張國輝派桌抗議 激怒綠營市議員 擦槍走火差點打了起來 官員明代吵架的音量一個比一個還要高 胡志強只有勸價了份 議員成勝追擊第二波再搬出巴勒票要市長簽名被婉拒 第三波議員希望市長能夠醒一醒拿著提神飲料再度上前圍剿 不要再這樣不要再做秀了啦 哎呀我真是覺得選舉不好 你們這麼可愛的怎麼變成這樣 縣市合併前最後一次台中市市政總質詢 綠營市議員背頭道具輪番挑戰胡志強選舉位 火藥位就為了一顆枕頭吵得不可開交 尊心有陳管瑞張軍到台中採訪報導